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要靠人民的不断抗争 我们在政制上有民主了 但如何在社会上看越民主呢 还要思考 追问民主的目标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大家将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 还是追索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呢 悲剧性的原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性 如果再有一次的话 你们做准备了吗 八九民运距离现在已经三十年 中国的民主化道路是否行得通呢 我们尝试以历史角度 由周边地区寻找启示 看回台湾和南韩 七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 都不是当时就能够随得成功的 令他们踏上民主化正轨的 往往都是当地人及后的坚持 这个因素在中国大陆又是怎样呢 李大棠在八九民运的时候 是中国青年部编辑 曾经带领新闻界要求新闻体制改革 他认为六四是一场悲剧 终止了中国的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使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前进 反而倒退了 从中央高层一直到 在小小的报社中重新入党 清党 向日明日报所有部门主任 一律调动 一个不留 要看你对动乱的认识 中主部的青年干部局 选了一千多个后备苗子 比较丰富的经济 而思想要开放接班一千多人 在动乱以来解散青年干部局 没了 他当年曾经组成四个小组 研究新闻体制改革方案 他和时任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对话之后 达成初步的成果 但一切都因为天安门广场声温而告终 本身是红二代的李大同说 他从来都不认为学运能够变天 实际上除了新闻界是有准备的 有方案性的 社会各界包括大学生 没有一条是真正理性的推荐改革东西 完全是非理性的那帮东西 广场上的时任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 也有同感 面对具体事务的时候 没有方案 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果再有一次的话 就是说 你们做准备了吗 30年过去了马上 好像跟89年的那个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就是没有什么长进 刘苏里在六四之后逃亡 但在最后关头 决定自首留在大陆 我认为我们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走了 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可能是 事实好像也是这样 他说一直没有移民 是因为没有放弃过初冲 不想民运 停留在当年口号式 对统治者的控诉 他觉得 推动民主化的土壤 始终都是人民 好像这是一个 鸡争蛋诞生机的问题 其实不是 这个国家的腐败是全民腐败 中共官员只不过是 他有机会当官的 民众的腐败 民众而已 这些知识分子 他不过就是 多夺了几年的这个民众 心理结构是一样的 这才是中国的更大的问题所在 启蒙不是没有完成的问题 是离得太遥远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的自由人权 都必须由那个国家的人民 自己去争取奋斗得来的 那如果今天六四的状况 越来越淡薄 不只是对方的政权的封杀了 中国要追求 他们认为是追求自由的人 是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 自由永远是抗争者的战利品 绝对不是掌权者的恩赐货 当你要追求自由的人 一批一批地往外逃 往外跑 你的国家的自由 怎么可能生根 连种子都没有埋下 怎么能发芽 六四之后 民运分子流亡海外 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移民的情况 至今仍然无变 而留在中国大陆的 就全民聘经济 相反 在南韩 光州事件之后 直到今天 由知识分子 去到基层市民 都没有放弃过抗争 五一八光州事件 是民众为了争取民主 令南韩成为民主化国家的一场抗争 但就一直被独裁政府 诬裂为赤色运动 深入共产主义等等 所以我们一定要平反 一次次被打压 他们就一次次捲土重来 我们之后每年都继续搞汽车示威 被人打压的话就解散 第二年又重新来过 有学者说 南韩人那种拒绝遗忘的精神 对争取民主很重要 当时的总统全斗焕企图 移走埋葬住光州事件死者的墓地 认为光州人没有了一个这样的空间 水煞起来 就会慢慢遗忘件事 不过死伤者家属的力量很强大 就算到现在仍然要求全斗焕承认责任 接受裁判 在八九民运期间 担任美国科学院 北京办事处主任的林培瑞 也认为 要在高压统治之下 长期抗争 除了要思考清楚对抗的手法 更加不可以忘记 要争取的是人心 刘晓波十年前有几篇文章说 改变一个政权 要先从改变社会开始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大救星 中国不会出一个Gorbachev 或者一个蒋经国 看不到 我们面对它对着干吗 不行 它力量比我们强多了 可是我们可以做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一套 开始做人 做好人 开始有一种公民社会的态度 上面的压力一下子来 把我们打下去 好 我们退 可是你走了 我们还是跟着 这有点像 毛泽东的那种游击战的那种 抵近我退 抵退我追 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犬儒化 因为你全部是在 你的生活来源 全部都是在政府的皮毛之上 你不想断了你的工资 把你赶出你的 开除你的工资 然后你就没法活了 你活不下去了 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在这 不是中共天生就不强 祥平在八九民运初期 是四川的学生领袖 他曾经在内地新闻出版最鼎盛的 2000年前后 担任南方周末的新闻部主任 之后因为无法抵受体制的压迫 一一年开始旅居德国 对于六四他一直有反思 因为美国学者说 天安民运动想要改变中国 结果他没有改变中国 改变了苏联 改变了东欧 实际上也就改变了世界 反抗历史 每个国家的民主进程 除了自身发展 国际因素都不可划决 亚洲这四个地区也都不例外 祥平认为 当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 很快就结束了 转移接受中国 他们现在会想 那么艰难的情况 我们都过来了 而且西方政府是有很多空间 或者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 国际的大公司 看到那么一个大的市场 看到那么广泛的一个便宜的 好的劳动力 他们想赚钱呢 站出来说要对共产党放手 可能恢复合作的主要是商界 我们已经站出来说 你这样做是会把小龙带成大龙 商界不停 让商界压力政府跟着放手 今天 习近平把它叫做自信 三个自信 这个自信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是从经济发展来的 这只是说对了一部分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从六四镇压来的 但是很多年以后 很多人又发现好像 他没有实际性的改变 而且他反过来对世界造成了威胁 我觉得他们恍然大悟了 中国一步步踏上国际舞台 民主路又如何渐行渐远呢 谢谢大家 有人说六四事件在中国 好像空气 看不见 听不到 但影响力又无处不在 除了想令民众忘记这件事 当没有发生过一样之外 当局的处理手法 如何影响着中国过去三十年 以至未来的发展 而民间对检讨六四的态度 又是否只有选择纪念 还是遗忘那么简单 一场全国性 跨越社会阶层 体制内外的民主运动 以镇压结束 共产党与时俱进 做得非常好 反而是政治反对运动 包括海外民运运动 三十年没有什么斩禁 廖门时间开枪杀人以后 共产党知道自己的合法性善失了 所以靠意识形态 靠政治宣传 没法维护统治了 所以有意思的就是说 提倡大家发展经济 一切向前看 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实际上是共同腐败的道路 这样把社会的精英 把社会的主流 我就说包括官员 包括山人 包括知识分子 包括医生 变成自己的利益集团一部分 然后共同维护自己的统治 这一点做得非常成功 邓小平总结六四经验 还提到一个过去十年最大的失误 就是对青年和广大人民的政治教育 做得不够 我一听这话 一愣 我觉得怎么教育问题 现在我明白 教育年轻学生跟随共产党 今年29岁的洪正 过去八年 一直在内地推动女权运动 令他无奈淡出的 除了官方的打压 还因为年轻一代的无力感 比如现在去接触一些大学生的话 就发现现在去高校的思想政治的工作 都是特别的 就是高校整体的工作 变得特别意识形态化 所以对于学生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 学生的管理和监控 他们的无力感 也是因为他们看到了 我觉得可能也会想到 你看到了又怎样 可能现在就是 面对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 这样一个政府的话 反正其实他会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近年政府加强对年轻人的意识形态教育 又打压各种社会组织 刘素利认为 这个是由六四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但代价就是培养出 没有独立思想的一代 他不知道就是这种所谓消灭的萌芽之中 对整个社会 对整个人群 对这个国家的伤害是意味着什么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认为中共本质上是 不对这个国家负责任的 但林培帅相信 这样制造出来的上下一心 只会是假象 我们做这么一个思想实验吧 不会发生 但是万一想象这种事情发生 他出来说 他说我们从明年起 我们搞民主 我们要分权力 我们要有自由的投票制度 我们要自由的媒体 从明年开始 有多少人会站出来 多少中国人会上街说 不行共产党那么好 七十年那么好 我们不要这一套 西洋的东西 会有多少人这样 没有 很少 熟值可以熟 他会说 好 民主我们也跟着 有这种精神分裂的问题 表面上我需要配合他的压力 但是我真正的想法 有机会发现的话 会赞成继续达那种十九世纪的制度吗 我不信 能不能够抵抗时代洪流 好 未知 但历史上长期受专制统治的人民 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化 仍然惊激满途 在缅甸 八百学运领袖昂山素基上台之后 为争取民主的人 带来了新的考验 换了领导 是否等于达成目标呢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是大家将目光放在一个人身上 而不是一个制度和团队合作上 面困乃被称为昂山素基之后 缅甸民主派的第二号人物 我落村的时候 是想大家都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培养集体领导 但大部分人都跟我说 好主义 但是我们未准备好 都是要你继续带领我们 港大教授Iain Holliday 研究缅甸政治30年 他发现昂山素基上台之后 缅甸人已经满足于 现在这个半民主制度 当我们在2014年 问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 这个系统是民主的 还是不民主的 整个平衡 整个平衡 是边缅甸人 平衡相当 更多是 我們的系統是真正正正正正正正的 現在將2014年到2018年改變 只能夠改變 是將會有一名職業的項目 但整個系統的項目完全改變 他說這是軍隊管治50年的結果 因為他們認識 具體的危機是在抗議軍隊 我认为很多人正确实认为 我愿意有这个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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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选择更改变 更改变更改变 而危险失去所有事情 在民主化的道路上 南韩人似乎更进取 前总统金永三 今大宗时期 南韩虽然实现了民主化 但到李明博、朴槿惠做总统的时候 又走回头路 所以民主运动其实一直都不会完结 好像17年 反朴槿惠的烛光集会之后 文在寅上台 但我们的目的 不是要推荐一个新的党派 而是政权如果出现腐败 就要推翻它 南韩人认为 民主是令社会进步的制度 但并不止于领袖的产生和下台 现在的南韩有总统选举 但我们不可以停留在这样的政治形式 亦都要讨论民主化的内容和细节 好像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都未能实现民主 例如职场问题、性暴力问题、家庭问题等等 我们仍然要为达到真正民主而努力 时至今天 他们仍然会敲问 如何深化三十多年前的一场民主运动呢? 由1980年5月的光州事件到87年的6月抗争 人民终于可以当家作主了 但实际上我们身处的社会 真是一个民主社会吗? 我们国家现在有总统选举 有国会议员选举 但只是有选举的方式 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变? 全球化之下 中国特色的民主化前路是怎样? 选择遗亡和割裂 是否就等于六四可以不再存在? 还有一个悲剧性的原因 就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 民族性 这种传统文化 这种铸造的奴才文化 所以这个民族导致了一种 大批的脑残 而且遗忘 急功近利 根本不管民族的长远的事情 就是说我今天能挣多少钱 他才管你几十年前的事情 和我有什么关系 可能有一天不会再被人提起 像我刚才说的 它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它也成为今天的一部分 它一直都在这个社会当中 一直都没有过去 那么30年 确实到了这个民族 都应该检讨这件事情的时候 它是我们共同的债务 这个民族必须要还这个债 也是把整个这个人群就是 拉向这个文明主要轨道上的 必须的这个条件 否则的话就是说 的确有一个这群人 还有没有可求要的这个问题 我几乎每一年都来 我几乎每一年都来 一天不平反 我一天都不心识 议治民主动国 我连年都来的 平反万走迷乱 希望 下海 记者可能已经民主未得到手 虽然好像是失败 但是这个是一个波种 我觉得是会开花的 我希望可以平反六四 但是一天这个波标没达到 我每一年都会来的 今年是十六年 来了十六年了 十七年不行 不要紧 七十年或者可以 这个是我的信念 所有的精神是一直跟着 各种精神在一起 尊重身 尊重 尊重 是为我们的客人 他们将会怎么联队 我不想回忆大 我不会选入忘记 当然入去吧 不入去怎么计数 良知 人家的命都没有 我们深一濕身 算是什么 尽量做 做得多少做多少 每一代都可以在这里 在這裡找到一個民主的起步點 我是來自內地 希望內地能夠走上民主的道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